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一个国家啊 注意啊 有这么一个国家 大量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 非法占领其他国家的大量的领土 联合国做了多少次决议 叫他们退出去 他们不但不退出去 反而蚕食更多的领土 这个国家随便动用武力 比美国更冲动 更狠毒 更狡诈 手段更多样 这个国家遭到了联合国百分之九十八点几的 国家的反对 谴责 声讨 联合国一道又一道的下禁令 谴责令 但是这个国家始终无动于众 知道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吗 你如果不知道 你对中东太不了解了 这个国家叫以色列 上帝临选的民族 这个以色列 特朗普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对以色列来说 你知道吗 特朗普认识 那就是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几大宗教的全地 大家都说 这是我们的眼睛 这是我们的心脏 好 掐个没完 但是 感冒天下之大部位 特朗普先生就下令 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朗普搬到了耶路撒冷 以色列为什么为所欲为 狗障人士这个词你听说过没有 隔壁王奶奶常讲 狗障人士 那狗 你抱着那狗 那狗 那狗旺旺旺旺就冲着人叫 你把那狗往地上一放 要吧 那狗立刻就变成这样了 就不要了 知道吧 狗障人士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性 以色列就是狗障人士 为所欲为 无非是得到美国的庇护 对吧 美国的庇护 以色列这个国家应该这么说 科技发达 教育发达 国家管理的相当是有秩序 但是呢 精神野蛮 对外宣传做的好 有声有色 比方说 以色列曾经在中国多少年呢 多少年呢 就开始啊 人脉关系啊 然后呢 在中国培养了一批亲以色列的公知 这些公知口称阿门 把以色列描绘成天使 既和平又优雅 上帝独独垂青这伙子人 垂青以色列的人 这也就是他们要拯救世界 但是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以色列这个天使啊 手上沾满了鲜血 以色列人正在断送二战啊 犹太人受到迫害之后 在全世界广泛收取的那种同情 以色列不是什么都不好 以色列有很多好的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应当认真向 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学习 比方说以色列的滴灌技术 比方说以色列的人工智能 比方说以色列的产业孵化器 比方说以色列的金融 比方说以色列的 包括高科技的研发 很多知道我们学习的东西 但是即使如此 我去过几次以色列 我依然觉得 从一个人本能的良心出发 没法看下去 他对巴勒斯坦 约旦和西岸的 那些老百姓的那种残酷的统治 那个画面一再让我想起了 当年日本关东军 在东三省对我同胞的那种统治 世界上存在着如此残暴的地方 这是今天世界的耻辱 为什么我想说这事 因为库什纳的文章让我想到这些 今天呢 我在人民日报上又看到一篇文章 讲什么呀 讲以色列毫无道理冲着人家 冲着人家叙利亚大马士革 又发了一堆导弹 什么时候的事 315啊 今天是317 两天前 咚咚咚咚咚 叙利亚大马士革 呦 被打了一顿 毫无道理啊 以色列 叙利亚是个主权国家 以色列你是个主权国家 你有什么道理 你朝着人家叙利亚 朝着首都就发了一顿导弹呢 而且现在因为以色列他总是冲动 总是叫 总是骂 总是扰 总是发导弹 很多人都觉得以色列似乎在这个世界上 他有特权 他可以这样做 西里亚什么事啊 西里亚危机爆发十周年 3月16号 西里亚首都大马士革 被冰的帮的一顿以色列的导弹给砸了 以色列承认这事 16号晚上 人民日报记者在那正好把这画面都拍起来 15号16号导弹袭袭击叙利亚人的自己没事吹着玩 说我们的防空系统接住了大部分导弹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其实很难说 西里亚国防部当天我发表声明 点名了就是以色列的军队 从哥兰高地方向发动空隙 哥兰高地是叙利亚的领土 他站着人家的地方 那个地方高地嘛 我都去我在那好多照片 站着人家的地方 然后瞄准人家首都要发了一顿导弹 那不是一次啊 经常这么干 多个目标 但是财产情况 人员损失情况 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 以色列什么借口呢 根据以色列发言人以前的说法 说之所以我往叙利亚发导弹 我不是打你 我是打伊朗 伊朗怎么往我这打 因为伊朗在里面有军事设施 西里亚说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我也打 我打你怎么了 打你能咋地 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 以伊朗在西里亚境内有军事目标为由呢 来打击西里亚和伊朗政权 这个以色列我跟你说 非常冲动 他的行动 他的行动力非常之强 他的谍报部门也非常之厉害 他声称伊朗在西里亚驻军 伊朗不承认 西里亚也不承认 俄罗斯也不承认 但是以色列就不依不饶 在这之前 叙利亚前几天还被打了一顿 大家记得吧 2月25号 美军战斗机 在叙利亚东部对边境地区实施轰炸 那一次呢 这个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呢 宣称说 叙利亚那地方有个大楼 我炸那个楼炸死一堆人 原因是那个楼里边 有亲伊朗的这种的武装人员 所以把他炸了 后来证明不是炸了一个楼 而是炸了一片楼 炸了就炸了 若过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 叙利亚谴责 叙利亚说反对 2月28号叙利亚周边 又遭到导弹袭击 又遭到导弹袭击 叙利亚说 这是以色列发动的空袭 3月15号 3月16号 他打叙利亚 2月28号呢 打叙利亚 在这之前呢 美国人打叙利亚 叙利亚也是倒霉 他们讲个笑话 小布什没事刚当总统打叙利亚 奥巴马没事刚当了总统打叙利亚 特朗普没事刚当了总统打叙利亚 拜登 拜登老先生 82多岁了 刚上台 也是老头秀鸡肉 比比哗哗 打叙利亚 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这个关系啊 说起来太复杂 我们在这三天三夜说不完 但是有人关于这个关系说得非常简单 那这个这话是要写入世界史的 说这话的人是谁啊 就是刚才问提的 人家特朗普总统的大女婿叫库什纳 库什纳说呀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特别是同巴勒斯坦 约南和西岸的这一片国家 是个什么关系呢 他说 不过是个房地产纠纷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呢 因为房地产纠纷就是那些定居点 你占了我房子 你占了我的地儿 就这么点事 你库什纳真是个天才啊 这话一定要写入世界史 至少写入阿拉伯史 那以色列国史 中东地区史 写入流氓地痞无赖与路历史 你当年对吧 联合国做了个决定 同意你在那建国 建就建了吧 画了个地方 你现在呢 扩大地盘 你把地盘扩大到 人家约南和西岸 扩大到巴勒斯坦 那个地方去 你建了很多很多定居点 定居点是个什么东西 我去看过 那就类似于 当年日本关东军炮楼 统治之下的 一大堆日本女能 穿着小木鸡在里面 滴答滴答滴答 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 日本宪兵保护 所谓约南和西岸的 以色列定居点 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占了人家的地方 奴役那些人 以色列怎么可以这样啊 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大家又讲普世价值 又讲人权 又讲宪政 又讲民主 怎么可以这样 我就想不明白这件事 我之所以对以色列国家 又佩服又气愤 就是原因 原因就在这儿 库什纳 因为你和以色列的 说不清这种复杂的关系 包括血缘联系 宗教联系 你就能够把这样 惨无人道的 惨绝人寰的 在联合国被反复谴责 这样的一个事情 说成是一场房地产的纠纷 哎呀 库什纳是个天才 3月15号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婿 前办公高级顾问 库什纳 跑到华尔街撰文 为特朗普 集其中东 对中国的 包括对中东的政策的邀功 他说特朗普 政府的最大的遗产之一 就是改变了世界 对中国的行为的看法 注意啊 他骨子里有多反华 库什纳还小见地称赞了 拜登政府对伊核协议的立场 呼吁 拜登你要想干好 老头你必须跟我老丈人去 我老丈人真正是大英雄 我老丈人 这仗人是牛的厉害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中国也一样 有些人名人之后 大官之后 逢人便吹自己的爹 我爹 有的甚至没有爹吹 逢人便吹我舅 逢人便吹我大舅 逢人便吹我表舅 他是谁都不重要 他非常享受别人介绍 这是谁谁谁谁谁 表执 这是谁谁谁谁的表外甥 然后就开始大吹特吹 这些人我告诉你 都是没有骨气的 你是谁啊 你都不知道你是谁 除了你表舅 你表姨之外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那库什纳呢 也有这种毛病 吹老丈人 吹老丈人 为什么呀 老丈人把全美医疗采购 这活给我了 吹老丈人 老丈人当选是我的功劳 吹老丈人 我代表老丈人去斡旋中东 吹老丈人 我老婆有可能啊 下次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大家想一个简单的问题 假如在一个企业里面啊 私企不行 私企本来就是人家的天下 比如在国企里面 或者在股份制企业当中 任何一个这样的规范的企业当中 董事长能把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弄过来扮演 董事长办公室高级顾问 然后把所有的活 挣钱的活都交给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吗 这样的事儿 这得什么觉悟啊 啊 这得什么脑子呀 这企业这样行不行 但是在美国就行 美国就行 美国人很适应 美国认为这是人家应该的 人家当了总统 就可以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董事长离开白宫办了两个月之后呢 这次首次发生 他作为特朗普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曾经深度参与斡旋的巴异冲突 还有中东很多外交事务 他都去 还有关于中国跟各个国家外交谈判 都是他代表老丈人直接去的 在这篇文章当中呢 他主要是夸老丈人 夸老丈人的逻辑呢 我就不重复他的话了 说那个啰嗦 简单说就是 我老丈人很了不起 没有人比我老丈人更懂 没有人比我老丈人更厉害 因为我是他女婿 所以我也懂其中一部分 禁诸者赤 禁末者黑呀 库什纳是吹了很多 他老丈人在中东底下的成就 但是他就没提叙利亚的事 叙利亚的事 对于他亲自参与斡旋失败的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 他认为只不过是一场房地产纠纷 也就是说吹老丈人的时候 要想逻辑周全 要想照顾到所有的事实 那是做不到的 因为你要实实求是 你老丈人在这件事上做的并不漂亮 你也没干漂亮 对不对 库什纳认为 这个关于巴以冲突问题啊 没有必要 因为这件事 绑架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他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内的 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非常之好 而且只会越来越好 库什纳提到说 拜登政府把中国作为外交政策的重心是正确的 并且为特朗普邀功 说他最大的遗产就是改变了世界对中国行为的看法 但是他话锋一转 就喊话拜登 说拜登啊 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我老丈人给你打下的底子 你呢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一个大好局面的 所以呢 中东未能有所建树 这是你的错误 你应该在这好好干 拜登会怎么反应 拜登当然是不高兴 对不对 他宣称说沙特在消除极端问题上取得进展了 降低了美国在面临的恐袭的危险 沙特也同卡塔尔恢复关系 重建抗衡伊朗的关系 这一切也要归功于他老丈 关于伊朗问题 这事呢 倒是他跟特朗普的说法有一点稍稍的不同 库什纳高度评价拜登上任之后 提出重返伊核协议 同时拒绝伊朗方面开出的谈判条件 伊朗要求的是解除制裁 解除所有的制裁 我才同理谈判 他认为拜登这么做是对的 拒绝 这一点和特朗普不太一样 大家注意啊 任何一个组织 一个团队 它总是有一些内部的矛盾的 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一回事 或者看成铁板一块 这你通常没有办法展开深入的分析 即便是特朗普 跟他的亲密的左膀右背 库什纳之间 也还是有矛盾的 刚才你看 在对待 对待伊核协议的一个问题上 他们的态度就是有差异的 库什纳喊话 拜登 说你的做个聪明人 抓住历史机遇 消除中东的冲突和动荡 前台词是 你保护我老丈人留下的中东的遗产 比方说 他认为只要在拜登政府的引导之下 沙特通以色列建交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他也想的太简单了 库什纳毕竟是个二十几岁 不到三十岁 比拍十一条儿子还小 库什纳你这么说 美国县政府又不是你老丈人领导的 会照你的做吗 事实上拜登政府一上台就干了一件事 叫停对沙特的军援 不给了 第二 沙特当时派人到沙特住土耳其大使馆 然后把卡书吉就给肢解了 就把人给大谢几块 就这个案子 公开美国中情局档案 向沙特王石施压 同时惩治其中某些人 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看得到 事实上美国和沙特的关系 早已经不是特朗普时期了 CNN今年二月也评价说 拜登似乎正在对美与关系按下重置件 就是说不但美国和沙特的关系 现在发生了变化 而且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以色列现在有点焦虑 一焦虑他就恐惧恐惧他就紧张 紧张就乱发导弹 大马士革就乱发一通发脾气 这个说现在拜登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 按下重置件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就是他上任一个月之后才 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有人对拜登表示理解说老头八十多了 那么多人要见 那么多电话要打 那么多的一记要密报要听 还要出席招待会 还要回答记者问题 你说老头容易吗 过了一个多月 跟这个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不错了 也没啥事 天下国家本同意里 我这个节目做的比较俗的原因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 最俗就在于 我是总是用隔壁王奶奶啊 老刘啊 我们胡同里啊 老哥们老姐们 我们平常说话的方式 来理解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果真如此 库什纳将来会怎么样啊 库什纳我告诉你 有可能在白宫 在这个国会山暴乱事件之前 都是说他要投身政治 甚至是伊万卡一度要挑战佛罗里达参议员的席位 2024大选 这都是以前的事 暂时自从国会山骚乱事情发生之后 特朗普呢就被二次弹劾了 对不对 任期就在混乱中结束了 伊万卡夫妇呢 也就在骚乱当中一句话不说 这件事遭到诟病 所以两个人参政 会不会 现在不好说了 以前是几乎板上钉钉 现在不好说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那就是前不久 特朗普复出了 在这个保守派政治年会上高调复出 2024年他要参加大选 但是呢 在库什纳的名单 没有出现在顾问名单当中 所以你说库什纳 他到底是再离脱离政治啊 还是老丈人不信任他了 那现在跳出来 如此公开的高调的吹捧老丈人 是为了修复老丈人的关系吗 嗯 这种事咱们说不清的 这是人家的家里的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库什纳 特朗普 在纵容以色列 滥尸淫威方面 这个事情是有为公理 有为道德 有为人类良知的 是冒天下之大不为的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